大家好,我是阿楠,今天又到山里面钓小鱼,去一个深坑调,深坑就在前面,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位置,然后就开掉,走吧 就下面这个深坑了,好久没有过来了,先今天还用这个挖了一点锯银过来打,那我今天不到来开吊看一下有没有收获,走吧 这地方水是通往地下的,然后今天就带了一只三米六的鱼杆过来,先把超网装好,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愿意碰到大货 我们就钓最深的那个地方了,地上的路口就在那个地方,还是蛮深的这个地方 水深应该是两米多了,然后今天挖了一点锯银过来作用了 挖了一条锯银,然后现在开掉了,希望今天有个好的收获 好 上了一条小的 小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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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睡觉 不要 我翻译 你 如果 不 直接拖上来 捏鱼 可能有三两 捏上两条 上大货了 真的要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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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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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三条了 继续继继续 这个针针还是挺有货的啊 好 就是水从那边流过来 然后这里有点春雨 然后水是吸往那个地方的 又上货又上货 好 感觉这条又是大货了 大家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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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鲤鱼 又是鱼 就是不出水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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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哎呀 嗯 这条金黄色的 因为超网网就开了太短了 所以几只碰到它了 这条有两斤以上 看一下金黄色的铝 可能差不多有三斤了 太过瘾了今天了 这条金黄色的铝色 这条金黄色的铝色 是 这条金黄色的铝色 马上冲掉了 前减 两条大货之后 跟我们没有冲进了 这个天好黑 估计等一下要下大雨 今天我们这边好闷热 收工不掉了 先把杆子收起来 等下我们看一下收货好像掉了四条一样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收货 过瘾了 连杆两条大货 那半天不足水面 它一直在侦查 两条大鲤鱼 还有一条鲤鱼 还有一条小的鲤鱼 今天总共收获了四条鱼 有一条小鲤鱼就放生了 鲤鱼这种鲤鱼可以了 但是鲤鱼就更加好 这小鲤鱼就放了 马上就浅下去了 大概有几斤鱼吧 鲤鱼的话一条两斤两条就四斤 大概应该有大的那条 后面上的那条金黄色的那条可能有三斤吧 还可以不错 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